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瑞 向粉世界100台车系列奔驰c63s酷配限量特别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的车漆原厂的磨砂灰 磨砂的原厂磨砂这个拉花不是后改的哦兄弟们 这个拉花是原厂的 拉花因为他是限量版 所以他自带拉花 测裙拉花包括轮骨这一圈黄的 这是原厂的配置 他跟普通版的不同地方在于他的前唇亮黑 这个前唇 测裙 还有个是 尾部的 尾唇 这都是不一样的 原厂自带的小压位 只有这个版本才有 探陶的 刹车盘 只有点1的c63s 才会标配 点2已经减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别版的车内有什么不同 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兄弟们 零行格 你们知道零行格在amg里面代表什么吗 最高级最顶配 而且是最特别版 包括大巨包括所有的车型 只要是最顶级的车型 他才有零行格 我们看看这踏板也是 点缀的黄色 我们进车里面看一下 雅光的面板 amg 这是雅光碳 整个雅光碳的面板 有没有见过 万国表里面是黄的 这就是特别版的优点 特别版还有不同之处 这个表底这一圈 是橙色的看到没有兄弟们 其他的 都是普通色 看他表底是多少 320 座椅的缝线 与这个门板的缝线都是统一 黄色缝线 黑色拉帕 质感 拉满 柏林自身的音响 方向房上面还有什么兄弟们 EDITION ONE 这就是特别版的标志 碳纤维的拨片 细节 但这个是后改的 然后我们点个火听一下 8缸发动机 一人一机名牌 有没有一样的 有一样的兄弟 打在评论区好吧 所以你们会选择这一代的 C63 还是选择 最新的 2.0T的 C63